中秋佳节临近,各大卫视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秋晚会,其中最受大家关注的自然就是杨舍。 对于晚会邀请的嘉宾,大家们纷纷猜测最近大火的刀狼登台演唱的几率很大。 然而某博主的爆料却给大家泼了盆冷水,万众期待的刀狼遗憾缺席,而备受争议的乃鹰却如约而至。 此消息一出,网友们纷纷炸开了锅,在评论区质疑消息的真实性,并喊话博主晒出名单。 一时间,纳鹰和刀狼这两个名字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前段时间,刀狼的罗刹海事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就连他与纳鹰曾经的恩怨都被扒了出来。 纳鹰备受质疑,遭到了众多网友的谩骂与抵制,他的社交平台评论数更是高达千万条。 可见网友的怒气之声,好声音正在大力封锁我们这些资讯,请点赞视频支持,让更多人看到。 说起来,纳鹰会上央视的中秋晚会也有一定道理,虽然他目前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但他还是有很多歌迷的。 毕竟纳鹰从小就集聚音乐天赋,年少时就加入了家乡的青少年合唱团,还凭借自己独特的嗓音成为了领唱,可谓是天赋异禀。 后来在努力之下,纳鹰进入了沈阳合唱团,并且开始在全国各地进行巡演,获得了不少的舞台技巧。 天赋异禀的他,还有着好运气。 在听说北京即将开办清歌赛时,年纪20岁的他依然报了名,只身前往北京的大舞台,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看起来仍旧青涩的女孩竟在比赛中顺利地过关斩将。 还得到了比赛评委,音乐大师谷建分的赏识,在后来成为了他的弟子。 在追随谷建分老师的学习过程中,纳鹰像一块海绵一样疯狂地吸收乐力之时,在不断夯实自己的基础上还广交好友,与同门蔡国庆、刘欢、毛阿民等优秀同学时常交流音乐经验。 在这样的环境下,纳鹰的歌唱技巧突飞猛进,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在之后的几年里,纳鹰先后拿下全国电台评选冠军,全国青年歌手新人奖,全国十大最受欢迎歌手奖,全国影视十佳歌手奖等等。 甚至纳鹰的歌曲还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他的经典作品征服,干脆都被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作为外交礼物,送给了新加坡的市民,当时的他一时风头无两。 这种诗出名门,音乐界的天之娇女,对未经专业训练,草根出身的歌手存在偏见,似乎也能理解。 若说起刀郎的名字,大家联想到的总是草根歌手,这并不是说刀郎的实力不如纳鹰,而是两人的经历不同,造就了两人乐曲的风格不同。 不过刀郎的经历,可比奈鹰坎坷的多。出生在四川一个小县城的他,连初中都没读过,就在外漂泊学乐器了,更别提有名师的指导。 早年的他去过成都、重庆、西藏、西安等地的音乐厅里做流浪歌手,有时候一晚上可能财政二十元。 前前后后合作过多个乐队,可每一次都是因为生活而被迫解散。 即便出的专辑根本没人买,可他也从未放弃过追寻音乐之路的梦想。 功夫不负有心人,改变他命运的那张名为2002年第一场雪专辑面试了,这首朴素却带着浓烈感情色彩的歌曲火遍了大江南北,刀郎这个名字也因此获得了大家关注。 他开始不断总结经验,曾经的漂泊经历都成为了他的灵感来源,发行了更多以质朴、粗犷、奔放为特点的歌曲,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只是没想到,已经小有成就的刀郎满怀期待参加一档音乐节目却被泼了冷水,在节目上当导师的乃英不仅不认可他的歌曲,甚至在后续放话说,他不具备审美观点。 甚至有黑粉净称,他的歌是农民听的。 难道音乐还有雅俗之分吗? 音乐是一种艺术,艺术没有雅俗之分,只要大家喜欢的,被大家所认同的,就是好音乐。 有些人喜欢纳英的征服,有些人喜欢刀郎的花妖,只是大家的审美价值和角度不同而已。 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才是高尚的艺术。 艺术没有高下之分,音乐亦是如此,只要是受大家喜闻乐见,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力量,那就是好音乐。 不管刀郎是否参加这次中秋晚会,但依然不会妨碍大家对他的喜欢与支持。 想钱想疯了吧? 纳英你怎么还不滚出歌坛? 纳英,这位华语乐坛的天后级歌星,七月,刀郎发布《罗刹》还是开始,就陷入了网友的嘲笑和批评,更因中国好声音节目中的一些争议表现,让他在网络上成为了重视之地。 尽管舆论一直没有停戏,纳英依然高调参加了另一档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大展精神风貌。 这位曾经停借绝美嗓音称霸乐坛多年的歌后,真的会因为网友的质疑而备受困扰吗? 还是会迎难直上,越挫越勇。 直面风浪,继续前行。 不得不承认,纳英可谓乐坛天后,深受乐迷喜爱。 在他的学生指责其不专业后,纳英陷入了网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原本安排好的演出和演唱会也被迫取消。 这让外界猜测,对方英可能会低调一段时间。 出乎许多人意料,纳英不仅没有隐居,反而接连参加了多档综艺节目, 他化农装、穿艳服,在镜头前大笑,仿佛从未遭遇质疑。 在音乐竞技类节目乐队的夏天中,他更是全程保持快乐的心情,与参赛选手频繁互动。 这番举止令人侧目,有人认为纳英在装作泰然,实则内心脆弱,也有人认为他果真坚强,有足够的心理素质抵御外界声音。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纳英这样的选择有利益的考量,在这个娱乐致死的时代,名人需要保持曝光率。 哪怕负面新闻也是新闻,对纳英来说,只要能吸引眼球就达到了目的。 综艺节目提供了丰厚的商业回报,节目组之所以大胆启用纳英,也是看重他的热度与影响力。 可以说,纳英此举一方面彰显个人魅力,一方面也顺应了娱乐圈的潮流,当金钱与名声高于一切,他选择直面风浪,继续航行。 这既可敬,也可叹,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纳英个人的抉择,也是这个时代的写照。 这种选择也充满了风险,纳英的名誉和声望正在面临严峻的考验,作为资深艺人,他需要更加慎重地处理各种关系。 事实上,纳英曾深受悦迷的喜爱,但如今不少粉丝对他已不是死心塌地,若纳英继续我行我素,恐怕会失去部分忠实支持者。 虽然纳英参加综艺能赚取收益,但在同行眼中,这可能是无耻之徒,要知道,在这个圈子里,同行的看法也十分重要。 但是,尽管现在他的一手好牌被打了个稀碎,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他的娱乐地位还在。 从音乐梦想到红遍全国的顶级女歌手。 纳英成长在一个传统的一生之家,父亲对他要求严格,但他性格反骨,不愿意读医学院继承医生事业,而是毅然离家加入歌舞团追求音乐梦想,这段经历可见他的勇气和坚持。 纳英从小就喜欢唱歌,参加学校的文艺活动,为人非常豪爽大方,一次同学丢钢笔,他不惧责难地为同学撑腰,老师对他评价总是愿意相信别人。 事实上,纳英初出茅庐时几乎不被看好,曾只能给别人伴唱,但他热爱歌唱,在每次演出中都积极抢劲,努力展现自我风格。 一次因别人生病而上台的机会,纳英穿上小红裙配小靴子,唱出热烈的自我风格,开始引起注意,后又幸运名师,开始了他的传奇人生。 经过古建芬老师多年细心调教,纳英逐渐磨练出属于自己的演艺风格,他那略带沙哑而具穿透力的嗓音,能将每首歌曲演艺的深情而富有感染力。 代表作《山不转水转》红遍大江南北,女人也由此成名,被公认为内地顶尖歌手之一。 首张个人专辑为你朝思暮想热销,第二张专辑白天不懂夜的黑更是风靡全国。 爆火的同时,纳英还非常注重舞台表演地穿着打扮,善于通过造型吸引眼球。 后来纳英又尝试各种风格,既有性感女王法,也有冷眼冰山法,每次造型转变都吸引众人目光。 随后纳英接连推出《征服心酸的浪漫》等畅销专辑,代表作不断涌现,几乎每首都是经典。 纳英的知名度和人气达到巅峰,成为当之无愧的红遍全国的顶级歌手,紧接着行程满满的她,便参加了多档选秀节目,担任评委导师。 严格要求和独特音乐见解,影响众多年轻歌手。 纳英三十余载不变的音乐追求,以及在逆境中屡败屡战的精神,成就了她在华语乐坛的地位。 她曾多次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走遍欧美多个国家,以饱受国际赞誉。 比起她的成就,人们更关心的是她跌宕起伏的八卦感情。 见一个爱一个。 1988年,那英凭借《山不转水转》在歌坛展露头角。 她本是一名歌舞团的伴长,通过谷建芬的声乐培训终于实现了从群众到明星的乐声,而她的感情生活却从此开启了波折之路。 1992年,那英追求谷建芬的爱徒杰晓东未果,杰晓东是谷建芬最看好的学生之一,那英多次在舞台上与她合作,两人之间的绯闻一时传播甚广。 最终杰晓东选择了另一名女孩于加恩,两人相恋结婚生子,绯闻宣告结束。 这无疑是那英初恋的破灭。 随后,那英认识了蔡国庆,但蔡国庆也是谷建芬的弟子,因此在音乐上有着紧密合作。 所以那英对蔡国庆一见钟情,主动表白,却被拒绝。 在这个奶油小声眼里,对面这个大嗓门的女人实在是配不上自己。 1995年,那英与足球运动员高峰相识相恋,而2000年,高峰与酒吧女老板王纳文发生婚外恋。 据说,高峰对王纳文一见钟情,两人经常在酒吧约会,健身情愫,王纳文甚至还经常出现在体育场给高峰加油。 这使得那英和高峰最终分手。 分手时,那英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 在2001年,那英为高峰生下一个儿子,那英独自承担起了抚养责任。 2004年,高峰被爆出还有私生子,引发家庭矛盾。 据说,这个私生子的母亲还曾敲诈高峰,最终DNA检测确认了这个私生子的身份。 这也给那英带来了极大的伤痛。 2005年,那英带着儿子彻底离开了高峰,作为单身母亲,她努力工作养育孩子,并重新开启了情感寻觅之旅。 2006年,她遇见了商人孟童,两人一见钟情,迅速确立了恋人关系。 这个新男友,体贴入微,成为了那英情感旅途中新的希望。 2008年,两人举办豪华婚礼,正式步入婚姻殿堂。 他们已经相濡以沫14年,关系依旧稳固。 而说起那英,就不得不说她前段时间因为售卖豪宅而登上热搜的事情。 那英抛售北京豪宅,背后原因值得玩味。 前段时间,那英决定抛售在北京的一套豪宅,这引发外界广泛猜测。 这座豪宅位于北京一个高端住宅区,拥有260平方米的宽敞空间和私人花园,市值高达4.5亿元。 据报道,这套房产刚刚挂牌出售,要价远远低于当前的市场价格。 此举立刻引起了公众和媒体的高度关注。 大家纷纷猜测,著名歌手突然抛售豪宅的原因。 其实,那英这次抛售豪宅是出于移民的考虑。 据一些消息人士透露,那英可能已经在私下联系了移民中介,准备把工作和生活转移到国外,他抛售在北京的房产,可能是出于资产转移的需要。 的确,不少音乐,影视界的明星选择到国外发展,这给他们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和空间。 如果纳英真的在筹划移民,那么抛售北京房产也就理所应当,但是实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当然不是。 其实对方此举更多的则是出于规避风险的需要。 要知道,自今年以来,纳英与国家体育总局之间存在一些误会和矛盾,甚至演变为网络暴力。 有分析认为,纳英抛售豪宅可能是想减少自己的社会曝光度,避免成为重视之地。 当然,也有人指出,抛售资产本身也能为纳英提供更充裕的资金,帮助他度过当下的难关。 一些评论认为,纳英如此高调的抛售豪宅,其实是一种营销手段,能够引起公众关注。 但同时也有不少的声音认为房地产市场变化太快,纳英的举动可能只是基于投资组合优化的考虑,但纳英的所作所为都会受到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 纳英抛售豪宅一事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多内情,外界难以得知,这都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事件。 它不仅让我们更加关注纳英本人,也让人深思明星的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各种影响。 笔者认为,这件事情发展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提醒我们,不要被表面的现象迷惑,要时刻保持理性的判断。 纳英在娱乐圈的表现充满争议,它似乎总是能引发网友激烈的讨论。 这一次它无视舆论压力,重返综艺节目,究竟是强大的心态,还是为了利益? 它到底在想什么?其表现是否值得我们学习? 欢迎留言 最近的娱乐圈,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在刀狼以一首内涵深刻的罗刹海誓带着一网无钱的架势付出以后,网友自然而然地想起了13年前。 当着多家媒体镜头,公然宣称,刀狼的歌没有音乐性的纳英纳主席。 当时的纳英意气风发,是当年音乐风云榜评委会的主席,对刀狼的创作力给出了不同的看法,觉得他的歌不好,因此不能只从销量上来判定其实力。 这一番加强带棒的发言,充斥着纳英作为歌坛顶流浓浓的优越感,但也让所有人都记住了纳英对于刀狼歌曲接地气的嘲讽。 因此,当刀狼这首雅苏贡赏的罗刹海誓以惊人的速度火遍了海内外全网之时,所有人都不忘把纳英拎出来,敲打一番。 纳英老师点听一下刀狼的罗刹海誓呗。 对于网友这一有所指的发言,纳英当然知道这是大家对他的反击,而罗刹海誓这首歌从此盗取又确实无可指摘。 因此纳英闭嘴了,他既不到剑也不回应,就想让这件事随热度地消散而过去,全然无了当年那种张口就骂的心气。 不过,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刀狼这边带来的打脸风波尚未结束,知名歌手李文生前录音,又将纳英推上了风口浪尖。 众所周知,作为一代人的回忆,热情开朗的李文想来是人们心目中的畅调天后。 他的去世本就让人心痛不已,然而网上爆出了李文生前的录音资料。 因为李文不满好声音节目组的不公平待遇,而且,节目组的工作人员竟然在录制现场对李文各种刁难。 而纳英的亲姐姐内心,正是中国好声音这一节目的创始人。 网友们恍然大悟,怪不得纳英总是很嚣张,舆论的火力顿时又引向了纳英身上。 看着舆论风向不见扭转,反而大有波及家人的趋势,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和工作, 纳英不得不进行公开回应了。 纳英先是借身体不佳,请辞了春浪音乐节,被网友偶遇在泰国壁风头。 然后又是叹性地官宣了自己在澳门的演唱会,没想到此时风波正盛,演唱会门票销售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最终,纳英方便再次以身体抱恙而宣布演唱会延期。 至今都没有公布演唱会具体日期。 出道35年之久,纳英的大好前程难道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吗?肯定不甘心。 于是这就有了近日各大网站都在流传的一则,纳英痛哭视频。 视频中,纳英坐在自己的豪车上,将录制视频的设备调整好角度对着自己, 然后以一副看似风轻云淡的状态诉说着自己的委屈。 在视频中,纳英称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遭受网络暴力,并对一直以来支持他,追随他的粉丝表示了感谢。 从头至尾,纳英都没有提一句自己当年对刀狼的所作所为,也没有一句话表示了对李文的缅怀,就好像这两个人从来不存在于他的生命之中一样。 这样的回应,难免让人觉得纳英依旧还是唯我独尊的心态,也暴露了他冷清冷血的一面。 所以,在这段视频的评论区内,很多网友言辞犀利地指出了他的问题。 当然,估计这些评论,纳英看到了也会装作没看见,他如果真的想道歉,也不会在过去那么长的时间里都默不作声。 只是这次罗刹还是太过成功,加上李文活生生的一条性命,这才让这位歌坛天后不得不出来卖了一波惨。 网友们不是傻子,对于纳英这番装腔做事的回应并不买账,并且还扒出了纳英这么多年过得有多滋润。 而且,有业内知情人士称,纳英已经计划好了,如果他没办法为自己成功洗白,就打算携资产转移到海外发展。 网络上关于纳英以4.5亿元的价格抛售北京豪宅的消息,似乎也成为了纳英打算投奔海外的强有力证明。 当然,这都是网络传闻,笔者觉得纳英是不会放弃国内的音乐市场的,而且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已经公布了纳英最新一期的节目,人家好着呢。 只是,纳英满脸委屈地道歉,为何不被网友接受,纳英应该反思了。 纵然他在乐坛有一定的地位,但金杯银杯也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纳英不会不懂吧。 这段时间,蓝台的风波真的是一波接着一波,前几日刚宣布暂停播出好声音,这不又被武林外传给控告侵权。 昨天晚上,我们好声音节目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这一次的主角是最新一季的学员百林,百林刘献华的学员,且似乎百林在为好声音洗地,否认200万买四转。 在8月27日深夜,百林发文,澄清了有关他花200万购买四转的传闻,并对节目组表示声援与感谢。 他表示,用音乐说话,用歌声证明,一直是我觉得最有力量的方式,能传达作为一位歌手的使命。 然而,尽管百林试图平息争议,舆论的声浪却似乎已经将新人歌手的努力淹没。 百林透露了自己参与节目的经历,他在线上海选后,于8月前往上海参加面试,录制了十几首歌曲,期间经历了层层考核,最终登上盲选舞台。 他坚称自己并未涉及任何规则,针对一转50万的传闻,他郑重澄清道,我本人及我的公司,绝无与我们好声音有任何金钱往来,有的也只是交通费和住宿费的报销费用。 这番言辞或许是对外界疑虑的最直接回应,然而,对于一些观众来说,仍然难以消除种种猜疑。 网友们是这样回应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啊,这个是浙江卫士派来洗白的吧。 折祸这时候出来照说的吗?真那么清白会被停泊? 会有录音?怎么口口参加那么多综艺,就故意搞你我们好声音是吧? 大家睁亮眼睛,资本开始洗白了那些花钱买赚的,肯定不会承认自己花钱了,还会支持节目组。 看得出来,网友对刘宪花学员百林为好声音洗白不存在任何的感冒,反而是认为她无非是过来洗白而已,也是无一裸的照说。 回到另一边,百林也向导演团队表示感谢,认为他们在协调和满足她的表演需求上做得很好。 她描述自己接触的人都很有善,认真对待每一位选手,对此表示感激。 可是,这次争议的核心并不仅仅局限于百林个人的经历,而是关乎整个节目的公正性和时尚度。 在我们好声音的历史中,不乏类似的争议。 李佳杰在之前的发文中爆料,称50万可以购买一个座位,前十名次可以用金钱购买,学员签的合同也是十年时尚。 虽然她次日发布道歉,表示发文内容没有事实根据,但这样的言论已经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节目。 毫无疑问,李佳杰的爆料是如同一颗石子投入了净水中,激起了无数涟漪。 观众们开始质疑节目的公平性,怀疑背后是否存在着不公开的规则和交易。 而随着浙江卫视宣布暂停播出,选手们面临的不确定性更是加剧了这种担忧。 他们付出了汗水和努力,却可能因为种种因素而一无所获,这对于一个追逐音乐梦想的人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音乐梦想的坚持。 无论是百灵还是其他学员,他们都是怀揣着音乐梦想来到了这个舞台。 音乐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方式。 每一个学员都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和汗水,用音乐诉说自己的故事,展示自己的才华。 然而,正是因为对音乐梦想的坚持,才让他们更容易受到外界的质疑和争议。 对于我们好声音,这样的音乐竞技节目,公平性和时尚度是至关新的的。 观众们渴望看到的是真正有才华的年轻人通过努力脱颖而出,而不是通过金钱或其他手段。 无论是节目组还是学员,都需要思考如何维护音乐梦想的纯粹性,让舞台成为真正展示才华的平台。 时尚与公正。 在面对这场争议时,节目组应该更加重视时尚度和公正性。 无论是选手的选拔过程还是后续的培训,都应该做到清晰明了,让观众和学员都能够明白其中的规则和标准。 如果确实存在着交通费和住宿费的问题,节目组也应该考虑如何规范处理,避免给学员们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同时,观众们也应该保持理性的判断力。 在争议中,往往有一些虚假信息或情绪化的言论,应该通过多方面的信息了解,避免盲目传播和扩大争议。 每个人都应该有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而不是被单一观点左右。 未来的音乐舞台,无论是好声音的百林还是其他学员,他们都在为音乐梦想奋斗着,无论争议如何都无法否认他们的才华和努力。 希望我们好声音这样的音乐节目能够在保持激烈竞争的同时,坚守公正和时尚的原则,让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有机会展示自己,用音乐打动世界。 最后,让我们一起期待音乐梦想的舞台能够更加光明,让每一个追逐音乐梦想的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用音乐传递力量,传承美好。 无论是观众还是学员,都应该共同努力,让音乐的舞台更加多彩绚烂。 音乐一直是可以振奋人心,振聋发聩的良药,对于一个人的生活,造成各种不可或缺的影响。 优秀的音乐可以使人赏心悦目,千古流传,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歌曲。 在8月下旬时,官方音乐网站发布,纳英将在澳门进行巡回演唱,并且在澳门诸多地区启动售票点,官方的。